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点经纪鲍鲍鲍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3年3月1号星期三 奴隶2月初十 今天的主要内容由 加拿大经济出现甩退迹象 移民陆积程序减化 加拿大操作人数创新高 望时电燃锻炼 TTC加强打击逃票 安国老板性侵员工 加拿大公司用AI研制新冠药 马斯克重回世界首富 下面向您汇报一下今天的具体电路 加拿大出现经济衰退迹象 加拿大经济在连续五个季度增长后 一四季度持贫 望缓幅度超过一期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尽管家庭和政府支持务增加 以及加拿大的贸易地位增强 但实际国内市场总值 在去年最后三个月没有变好 实际GDP 这个企业库存积累放缓 以及实际商业投资下降的投资报告显示 由于利率上升 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更为明显 登记比预测者比期的严峻的多 而由于商务企业生产行业向好 登记搜索了2.1% 加拿大统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 1月份经济反弹 实际GDP增长2.3% 移民陆基成期减好 从今年6月开始 加拿大移民可以自行宣示成为公民 不需要保管在场 据报道 移民官提出的这一改革 是为了减少处理时间和吸引案件 根据最近公布的计划 这一变化是对移民处理现代化和数据化的一部分 预计 目前的公民申请处理时间可数两三个月 自1947年以来 加拿大一直将宣示 作为申请公民的法律要求 这次申请人 遵守加拿大法律 并律行公民义务的庄严宣示 公民申请不仅是新移民 对加拿大归属和承诺的一个里程碑 还带来护照 投票权和竞选工资的好处 根据提议的改革 移民部长将有广泛的自由财量权 允许公民申请人 以其他方式宣示 而不一定是在活的助权人的面前宣示 目前 新公民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 在网上和现场进行的仪式上 在公民法国面前宣示 或确认试验 移民部表示 很多人不得不请假参加陆基仪式 而雇主不一定会支付这段时间的工资 这种灵活性将是移民部 能够改善客户服务 和缩短公民申请处理时间 陆基确实需要很长时间 移民部正在研究这个过程 但真正的问题 不是获得公民身份需要多长时间 真正的问题是 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吸引力 公民申请人 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程序 结果符合所有要求 包括在加拿大 居住满五年 年龄在18岁至54岁之间的人 还必须熟练找回一种官方语言 并通过陆基考试 NVF参加陆基仪式 移民部表示 色果观点宣示将允许 新公民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 在线签署线证明 申请人 可以选择在公民法官面前完成 这一措施可能会节省开启 这一变化标志着 联邦政府在移民和公民生命问题上的 又一次转变 我们所有的移民政策 基本上人越多越好 与整合力五万 加拿大速度人数创新高 上周一名男子 在从魁省准备 父亲越过边境进入美国 但在过程中滚倒死后 美国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美国边境巡逻队员 在2月19日晚上试炼办 所有发现45岁的 雷奥斯和另外两人 随便被非法预约过边境 当边境巡逻人员遇到这些人 并坐手应对时 雷奥斯的导航 而另外两名男子 向加拿大发言 他们立即对雷奥进行了急救 随后被送往医院 但抢救无效的死亡 他的死亡没有可疑 事件显示 没有外伤的进行 边境巡逻人员说 雷奥斯被发现时 仅仅包着一颗树 似乎处于困境 在雷奥斯死亡后 一名居住在美国 三十一岁的妇女被指控 企图非法 高度三人进入美国 1月初 44岁的雷奥斯被发现 冻死了魁北克的一个树林里 警方说 他当时正试图进入美国 雷奥斯是从海地 来加拿大寻求庇护的 但一直无法在加拿大 活得工作选 他相信自己能够在美国 获得合法身份 并与他在佛罗里达的棋子团结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本月早前时候说 在美国 有窥城南部和安省东南部 接壤的边境区域 海关人员在1月 遇到的奥德普的367名 试图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人 今年1月 所发现非法入境美国的总人数 比12年的1月 偷渡人数的总和还高 旺市电缆断裂 周一上午 犹豫一条电缆断裂 旺市地区的许多居民 都受到停电影响 停电影响了 2500多个住宅L企业 范围大约在27号公路 东侧到潘云玛里附近 尚未确定停电的原因 但UX警方表示 犹豫一根断的电线 或是从Steels 到7号公路的 Etherland Avenue路段关闭 TTC加强打击 TTC已经三年放宽 在内逃票做出罚款 28日早 TTC总理会主席直言 乘客必须为服务付费 而非选择适合愿意 在提交的报告中 TTC计划在3月下旬前 重新对逃票者发报告提到 有3%的乘客没有付款 假如被发现逃票 将被罚款235元 董事会主席认为 搞我罚款并非能完全阻止逃票 较大机会被发现逃票 才能坐下 现在TTC共雇请了110名检测员 不要关注有微电池的路线 自7年12月以来 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 部分检测员被调派 维持城市安全 一旦恢复检测证证 检测员将重返岗位检测 上周 多伦多市区别TTC 23.8亿元的运营预算 其中包括车费上缴 及消息服务 TTC表示 从2019月6月到2020年2月 检测员评议每月开出 1800张发展 参管老板性侵员工 杜林区警方表示 安省维持币一家餐厅的老板 因涉嫌性侵犯一名 员工二本症 上个月 一名32岁的受害者 向警方报案指控其性侵行为 可以追溯到2010年 受害人声称 为Broker Street街上的餐厅老板 在工作场所不强道理 出没了谈论 杜林区警方 逮捕了55岁的维持币居民 塔威指控性侵犯 目前暂时获释后谁 调查人员表示 他们希望 确保没有更多的受害者 并遵阻任何了解 这两个信息的人员 联系调查 加拿大公司研发 A2新冠药物 有史以来第一次 医生用人工智能设计的 新冠药物 即将进入临床试验 总部为香港的 A2志愿公司 英西智能宣布 新冠小分子药物 ISF3312 可以显著降低 病毒载量和肺部炎症 已经正式获准 在中国进入临床试验 英西智能的 加拿大创始人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人工智能 正在改变人类发展的 各个领域 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 我们的第二种实用 人工智能设计的 小分子疗法 正在进入 人体临床试验 并且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 时间表来 证明发现开发周期 ISF3312 是一款 靶向 无弹外媒的 高选择性小分子 移植剂 具有更广谱的 抗冠状病毒的火星 优秀的 弹药口服 生物利用度 以及潜在 抗临床弹药突变的能力 临床研究数据显示 ISF3312 是显著的降低 肺部组织病毒材料 并明显的改善 肺部炎的 且具有 广谱抗冠状病毒火星 对多种新冠病毒流行中 及其 它类型的冠状病毒 均显出 抗冰状病毒火星 马斯克 蒙回世界首富 2月27日 马斯克 重新夺回世界首富的宝座 个人财富 登坠1871亿美元 特斯拉股价的 强劲反弹 马斯克身价暴涨 与1月6日的低点相比 特斯拉股价 今年暴涨已超过百分之一百 27日 特斯拉股价大涨5.5% 这只一月之间 上升340亿美元 可年出相比 马斯克的身价 在两个月内 暴涨500亿美元 疫情期间 特斯拉股票 一路狂掉 这只曾经超越过一万亿美元 不过 在去年极具动荡的市场 这股价一落千丈 全年崩溃65% 据报道 马斯克 现在似乎正忙着 赵总编宝 还把新版 SGPT 马斯克打到的OpenAI 计划将免费提供其言语警 为的是人工智能 不明和更安适 防止强大的集团 终端人工智能 汇率和天气预报 3月1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款507.2元人民币 明天3月2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 零下14度到零下2度 小雪 罗伦多 零下4度到4度 少云 温哥华 1度到7度 小雨 昆贝克 零下12度到零下1度 有雪 沃泰华 零下9度到3度 小雪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 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